结婚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大孩子的工具 她和她家所有人 根本不帮我当一块事 同样是儿媳 但婆婆对到我跟弟妹的差距很大 她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她的 大家都对她不好 我觉得她这样实在太悲观了 她家人不关心我也就算了 连她也不关心我跟孩子 而且还在外面 跟别的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 我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地赚钱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她非但不理解我 还无视生非 我不知道她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还总是说我的不对 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大着孩子自己过算了 一段婚姻 两个孩子 如今有人说 想走出这座婚姻的围城 我们的三位老师 能帮助到这个家庭吗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颜31岁来自湖南职业保险 女嘉宾小真28岁来自湖南 11名化妆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跟过去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嘉宾不一样 两位是婚姻中的夫妻 对吧 是吧 是的 你们有两个孩子对吗 是的 对 孩子多大了 大的快六岁了 小的一岁半了 小的一岁半 老大是儿子 老大是女儿 老二呢 儿子 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舞台的 我 在他家里生活时间真的是有点在不下去了 因为婆婆对我不好 老公她也对我不好 以前生我女儿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就是说跟婆婆有什么冲突 但是就是从她弟弟娶了老婆以后 我婆婆就对我特别的不公平 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呢 就随意地摆了几桌 见面底啊 彩底啊 加起来就一万多 她结婚的时候差不多是七万 而且她那时候办婚礼的时候啊 办特别的风光 其实我们结婚只差了两三年 这是比较得出来的 你发现婆嫁用了两种规格 后面你不知道因为过年了嘛 婆婆要装了一桌很大的年夜饭 我就准备跟弟媳两个人去帮忙 婆婆就说 小红你不用进来了 你等一下帮帮你衣服弄脏 有你嫂子这里帮忙就好了 当时我听了 我真的心里很不是智慧的 那时候第一遍不是刚刚来做客吗 妈可能是当做客人一样的 你有必要去计较那些吗 你又是家里面的长媳 刚好那一年呢 我跟她就是同一年怀孕的 那时候她就住两家 我一直就住在婆家 你看我怀孕了这么好几个月了 我婆婆从来没说过 准备给我动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 给我搞你什么好吃的 那天呢 就买了一只鸡 动好 而且还买了排骨 还买了很多好菜 就给她打电话 她说小红 我跟你买了好多好菜 那次不是接过来做客吗 就是弟媳 她接过来我家里做客 她就喜欢去计较 去比较 我坐月子的时候 我住三楼 婆婆住二楼 她都不去看我 而且我坐月子 还要搭小宅 你知道吧 她都不帮我搭小宅 我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 弟弟的孩子她管吗 管 弟媳不是刚生下来吗 她就给她买好多衣服 买奶粉啊 买料不湿啊 我的宅宅 你知道生下来这么久了 她都不给我宅宅买东西 你第一个孩子 就女儿出生的时候 婆婆对这女儿好吗 第一个是她大的 你会发现说 当弟媳进入了这个家之后 你的家庭地位降低了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主要是相差太远了 你知道吧 你觉得妈妈是不是 对待弟媳和对待她 有天壤之别 我觉得吧 应该是肯定是有区别 因为我弟媳家嘛 条件确实是好 她家来的 嫁妆钱十万 我老婆家来的是一万 所以你母亲对待 这两个儿媳之间 是有差别对待的 你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我觉得区别 应该也 她不看在眼里 因为她毕竟 在外面生活比较多 因为她只是偶尔回来 就是说看我 看我跟咋子一下 我一直在外面工作 我就是想着 等我条件好点 再把他们接到我身边 那时候小孩子小 所以一直 然后她就脱不及了 她就一意孤行 她就自己来长沙了 你知道我刚去的时候 我以为她会对我们 就是说很好啊 结果呢 她每次一下了班呢 就跑到毛钱馆去 她就每天打得好 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回来 我在外面挣钱 不是全都为了这个家吗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 然后我一天工作很辛苦了 我一回到家 她带小孩没带好 就是大的哭 小的也在那里闹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 就是特别的烦躁 所以躲了出去 是吧 对 那后面她生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翻菜 我就打电话给她 结果呢 打不通 到了十二年 喝得醉醺醺地回来 我问她 我说你干嘛去了 她说同事把她庆生 她也就倒在那里睡了 我当时给她整理衣服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她口袋里面 发现了什么吗 戒指 戒指大笔什么 戒指大笔爱情 这谁送的 谁送的 那个也是一个普通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 女的 为什么送个戒指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是生日礼物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她现在解释不清 你知道吗 她那时候她就嫌我啰嗦 她说你滚吧 当时我还很生气 我就说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她来自什么 敌就敌 在什么情形下 你接受了别人送你的这只戒指 就是那天 过生日那天嘛 就一个同事 她送给 当时我可能也没有猜 她说你这个 等你飞去之后再猜 到底是同事还是朋友 这是有区别的 就是 自己类型的吧 这样子 我可以理解为红颜知己吗 可以吧 后来这只戒指去哪了 这只戒指后面不见了 我扔了 你扔了 最好的处理方式 应该是让她拿去退掉 我把扔了 对吧 我当时 我当时很生气 你这扔了就说不清楚了 嗯 她到底为什么送你戒指 我没搞清楚 反正她一直就没有解释清楚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去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送我戒指 她说这是她自己的一个心意吧 她也没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肯定跟她有什么 我觉得 我相信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妻子在心里一定是有阴影了 觉得丈夫可能在外面有些什么了 我那天就看她这玩手机吧 我就把她手机一抢过来 她心里可紧张了 我就发现她手机里面一天有十几通电话 而且就这一个号码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因为是属于散婚 认识三个月打了三个电话 我们就结婚了 跟她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说超过一个小时 而且也没有超过四十多分钟了 这一个的小时也太长了 我最近跟她聊天 聊不到十句 我们就吵得起来 最近一次 我陪女儿在楼上睡觉 我看到她一直都没上来 因为我们下面是一个店铺 我们就住楼上住的 我就看到一直没上来 我就轻轻地下去了 轻轻地下去 对 哎呀 你用词太准确了 你知道吗 我轻轻地下去以后 我看到她在厕所 很小声 很温柔地打电话 我一气之下就把她那门给踹了 我就把她手机抢过来 我说 你是谁啊 我说 你为什么老是十一点钟了 还给她打电话 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 那女的 她说 原来你就是那只母老虎啊 我当时真的是崩溃了 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会说这句话吗 因为这个是我业务上 非常一个重要的客户 因为她在我手里面买了很多保险嘛 然后她那天刚好 她生意上就是亏了很多钱 我肯定就是说我想安慰一下她 我也还指着她给我 介绍更多客户 你说过她是只母老虎吗 这个说过 那你肯定说过嘛 你不说过 人家是不会这么说的嘛 你看她 她什么话都跟那个女的说 这个女客户就是那个 一打十几个电话 不是 一个电话打一个小时那个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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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另外一个客户 全部都是这些女的 还做保险 为什么没男的呢 其实 其实我这里还要澄清一点 我之前是做化妆师的 面对都是女性客户 她是那种就是神经症的 就是特别地去计较这些事情 今年我都已经改行了 我去做保险去了 没想到我换了一个行业 她还是这样子 几乎是你不放 她现在其实担心你是出轨 其实我真的没有 她真的是想的太多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离婚 你说得一点都不坦然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每次我在别人面前说的话 我其实我还是挺自豪的 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张照片嘛 就是一儿一女 一生一世 一夫一妻嘛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 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到 我连我的工作都换了 其实我已经 我做了13年的化妆了 我竟然今年我都改行去做保险 我觉得我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挽留她 妻子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两个 冷漠是一个表面现象 其实最担心的是你背叛了她 你到底在婚内有没有对不起她 这个特质除了肉体的背叛 还有精神的输轨 我可以这样说 在精神上曾经有过 但是在肉体上我是绝对没有的 精神上是不是那个送你戒指的女生 可能吧 三个月进入一段婚姻 七年育有两个孩子 一段风雨飘摇的婚姻 我们的老师会怎么帮助她们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下男生 刚刚你妻子在说 电话里边那个女人 说你就是那头母老虎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笑 你也在笑 我的第一个天然的反应是 天哪 这个男人根本不尊重她的老婆 因为对于母老虎这三个字 如果夫妻之间调侃的话 会觉得很有甜蜜感 因为老公戏称老婆是 你看你是母老虎 老婆戏称老公是 你看你这个啪耳朵 这是四川常有的话 但是一个外人就对着你的妻子说 你就是那头母老虎啊 我能理解你妻子那会儿的愤怒和不满 她不尊重你的妻子 那同样反向可以理解成 你可能在外面 你也不太尊重你的妻子 你可能爱这个家 但是你爱这个家的表现 并不是真的对这个家好 你可以做好一个职场男性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好一个 在家里边当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前天的时候看到 曲老师的微信里边 他发了一条微信 我送儿子去学英语 我正好在这个地方办公 就是一边要陪伴孩子 去做孩子必须要做的学业 但同样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如果做好了 承担一个爸爸 承担一个丈夫 承担一个全家人的 主心骨的职责的话 你可能不会那么觉得烦了 同样回过头来 对于妻子来讲也是一样的 当你的弟媳 进到你们家庭的时候 你认为婆婆 把她的爱分享出去了 的确就是该分享 因为婆婆有两个孩子 她势必要把爱 分享给两个人 你刚才跟我们讲 你说我婆婆对我不够好 我婆婆不照顾我 但是我们听到 另外一个版本是 最开始你的第一个孩子 是由你婆婆带大的 而并不是由你带大的 如果你说第一个孩子 婆婆都不管的话 我们有可能说 你这婆婆太偏心了 但是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你想过没有 什么人 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不想回家 她愿意在外面 跟其他同事一起过 因为我的小孩 我肯定是说 可能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小孩子 可能对他 确实会舒服一点点 但是我们也刚 过去也没多久 你刚刚那句话 如果我要是你的配偶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寒心 我只照顾了我的孩子 我会疏忽到他 家里边如果很幸福 他肯定会很自豪地 跟外人说 我今天老婆在家里边 给我要过生日 我要回家 我孩子还等着我 没有哪个人 过生日的时候 只想在外面 而不想回到家里边 你们两个 有一个最大的情况是 出现问题 都会要彼此地躲避 而不会积极地面对 幸福的夫妻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绝对会面对面 好好解决 共同去商量 最后商量出来的答案 都是两个人觉得 对这个家庭 对夫妻双方最有利的 所以好好地去谈一谈 不要轻言说放弃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谢谢老师 我一直在假想 如果现在实际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这个情节 我们反过来 可能问题就不会出现 假设你们俩 一起生出了小孩 抚养小孩 在一起就会有沟通 如果你们经历了 亲自带小孩 体会了当中的艰辛 这时婆婆 在伸出援助之手 你会非常感激她 有一个故事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 一个乞丐 每天有一个好心人 都会给他十块钱 每天都给 坚持了一年 当突然第二年来临的时候 这个人不给了 这会儿乞丐什么反应 怒了 拦住这个人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了 一切源于说 所有给你的恩惠 非但不领情 你还觉得是理所应当 给你反而是错了 给你就不能给别人 哪来的这种道理 所以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你的问题 还有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老公并没有跟你朝夕相处 他所有做的 只是往家里寄钱 对不对 对 你们又是闪婚 闪婚之后 有了孩子 你又出去挣钱去了 你们之间 有谈过恋爱吗 有没有好好在一起 有没有更真的了解对方 有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老公 如果说你的幸福的憧憬 就是你所说的那样 一儿一女 一夫一妻 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媳妇有媳妇的不对 你有你的不是 这几年就往家里给钱了 你的责任就达到了吗 在家里能够维系好这个家 照顾好孩子们 这个付出的不比你少 反而比你更多 我曾经有一段 刚有生小孩之后 有体会 有的时候在家看小孩 真是累 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 是一种休息 你一定也有这种感受 对 所以千万别觉得自己 挣点钱给家里点钱 就这么洋洋自得的 好吗 你做得远远不是 所以如果你真是想 达到你心目中的那种 幸福的场面 就给我把心收回 家里的矛盾 什么都好办 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关键是你们之间的感情 还有没有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男人口口声声说 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 为了这个家 这我相信 但同时你也在外面 风流快活 忘了这个家 女生说 婆婆在自己和地媳之间 一碗水没有端平 但是你却不想想 你是否为自己的婆婆 端过茶送过水 男人没有责任 女人不懂感恩 你们俩就是两个字 闲的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男人 真的在外面拼死拼活 累死累活 为了这个家 他得多么思念自己的妻儿 除了扔两个钱之外 他得给自己的妻子 分享自己在工作当中的 苦闷和快乐 如果他跟妻子 没有办法去分享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只有一个证明 他在外面不是累死累活 是风流快活 因为有些事不能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在外面 思念着家里的事情 和妻子每日通话 便会去宽慰自己妻子 在家里所受到的 不平等待遇 他也就不会满腹牢骚 你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如果一个女人懂得感恩 就不会去老盯着自己的婆婆 是不是一碗水端平 而是每天去端茶送水 因为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 是婆婆给自己带来了第一个孩子 你总是说我别的要求不多 我只渴望跟弟媳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那我想问你有两个孩子 你能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将来对两个孩子 能够完全平等地付出你的爱 没有一点点偏狭吗 不可能 你只看见了婆婆 对她比对你在这段时间好 你是否有看到弟媳对婆婆 是不是比你对她要更好 你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 看自己 当然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的丈夫没有起到丈夫的责任 所以你才会觉得 老天对我如此不公平 所以在这儿 我认为你们之间 不管今天是好与不好 你们都应该在接下来开始 独立地带两个孩子 你带上一年 尝尽里面的酸甜苦辣 那个时候再去讨论 离或者是不离 就这个 谢谢老师 肯定特委屈吧 没有 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 说的说的这儿 确实有一点点 是我确实做得有点不对的 对婆媳这关系 但是我觉得 老公做方便的话 我觉得很顺 看得出来你委屈 男生啊 他怎么对你 不是你出去花的理由 和借口 老师们说得特别对 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时候 好好地去享受一下 生活的磨难 你今天绝对不会 站这儿矫情 你也没时间 再去弄戒指了 生活有的时候需要累一点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他们夫妻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老婆 老婆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眼睛 我觉得你的眼睛就是特别地清澈 特别地善良 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情 我们就是分开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以后我会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老公 好父亲 老婆 我爱你 其实我第一眼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喜欢你了 不然的话也不会说打三个月电话就会嫁给你 你知道吧 只是你最近做的事 确实对我很不够关心 我在想想吧 我觉得 好了 回去吧 生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他们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请开门 请开门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第二个诗 一辈诗 谢谢 谢谢你们请回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专业而浪漫的时刻吧 小虎 以后我会好好对你 以后我也会打 我对不起 我爱你 爱你一辈子 你说你喜欢这花瓣吗 喜欢 我结婚的时候都没这么浪漫过 你看你看 这笔地球没法跟你比吧 回家跟婆婆说声对不起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 来 请回吧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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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的一家 一大家子人 开开心心 快快